Hello 我这次去泰国回来的时候 在免税店里又买了一点彩妆 所以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首先呢是YSL的这个妆前乳 老是72小时的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大干皮是不是 我这个呢主要是在那个 泰国的时候那个泰国化妆室啊 然后他给我妆前上了这一款 我觉得很好用耶 用完他给我盖了好多层东西啊 我的脸上还是没有卡纹什么的 所以我去了免税店 我马上就买了这款 其实这款很早就火了 只不过我现在才知道而已 嗯 还买了CPB这个金钻粉刷 他这个怎么没有找我做广盖呢 好润哦 我感觉比那个另外两款要好用 我另外买了这两款 然后色号一个是买的 RA10一个是00色号 00色号是我后面才买的一个 呃说实话 虽然显得非常不专业 但是我真的搞不太清楚 它这个系列啊 就是盖子不一样 就反正系列都不一样 嗯 不过我觉得用下来 没有这个效果好耶 这个我虽然用了一次 但是我感觉很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了 YSL那个妆前乳的关系 我感觉特别润 发脏也很好看 今天呢主要是想来测一下 这款粉底液到底好不好用 持妆力度啊什么好不好 因为我上妆感觉很好的 持妆力度我也不知道 我那天是晚上用的 也没看持妆怎么样 今天就跟你们一起来看 妆前乳呢 我准备这两款一起用 一款是CPB的 CPB这款滋润版的妆前乳 然后另一款就是YSL的这款 我右半边脸上CPB 左半边脸上YSL这个 哎呀涂多了 哎呀没照镜子涂多了 好多啊完蛋了 擦掉点 好浪费哦 这个都能够擦我两张脸了 悲伤逆流程和 但会不会不公平啊 会不会CPB的妆前 跟CPB的粉霜更配一点 管它呢 先试了再说吧 改天换苏苦的试一下 它还有一定润色效果 然后这般变脸上YSL的这个 YSL这个就是这种 褶状的可能就没颜色的 爆水珠的那种质地 我觉得RESID的那款面霜 应该也能当妆前来用 因为用完那个脸好润 我改天也试一下哦 好了两边的量其实也差不多 用完是健的 接着来上CPB的粉底酸 然后用一块 比较普通的那种海绵粉泼 这个是Skin Food的 我觉得很好用的 但是它后面好像有点改版 你看这个光泽度很好 有没有 然后也很轻薄 主要是这个色号 是我买到现在CPB里 最满意的一个色号 你看很轻薄很轻透 然后带一点遮瑕 这妆感才是我喜欢的那种 我感觉好像没什么人 去测妆前乳 我是自己真的很想知道 这两款妆前乳 到底哪个好用 目前来看 好像这边跟水润一样 你看这边光泽度比较好 有没有 还是不关系的问题 好像不是光线的问题 可是我镜子里看看 好像又觉得差不多 这色号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透透的白 快看这种奶油肌的妆感 然后两边我感觉 光泽度差不多 这个光泽度会稍微好一点点 都挺好的 到时候我再让这款妆前乳 再试下苏库的那款 因为现在在我心目中 排名第一的是苏库 这款是最近的新头爱 可是我没怎么用过它 我只用过一次 今天是第二次而已 看看它持妆力度怎么样 毕竟苏库的持妆力度 是众所周知 大家都认可的 这个妆感真的是好奶油 受不了了 这种适合我们干皮的粉底液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会粘头发 因为它很润嘛 所以就会粘头发 喇在上面 需要四周定个定妆散粉 这款还好 手指印没有特别多 会掉一点 可是就掉的比较轻微的 有些粉底很水润 但是手指一上去 妈呀 就一个大手指印 特别明显的那种 这个海绵粉扑 很早成就火了 我个人觉得很好用的 但是吧 之前它版本有换过 我再去看一下 如果它现在的版本 还是跟我以前买的 这个松软版本一样的话 我还蛮像进这个 它吸粉不会太强 然后又很柔软 上妆非常服贴 Beauty Blender 毕竟稍微贵了一点 就不够评价 这个戴出去丢了一部心疼 我现在局部再加一点 进行局部遮瑕 为了测试粉底 我就不上那个遮瑕膏了 不然就很难测试出来 它的遮瑕力度呢 是比较中等的 你看我这边上了两层啊 我的这块雀斑 还是挺明显的 我现在再上一层看看 但是比较轻薄 我上了两层 还是像上了一层一样 你看雀斑还是有对吧 这种斑那种遮不掉 这款吧 就之前就刚出的时候 因为颜值就很想买了 可是又怕自己不合适 我的朋友推荐出好用了之后 我马上拔草 好了 现在静静地等待它 卡不卡完 齿妆效果怎么样 顺便看一下 那个妆前乳 到底两者有什么区别 现在刚上完妆的状态来看呢 两边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看到没有 就这个稍微再偏水润一点 其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接着呢 我还买了 Celitivory的这个奇迹面霜 也一直没有败 我看到化妆师 妆前就用了他们家的眼霜 和这个面霜 然后再上妆前乳啊 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好用吧 至少我那天妆感很好 涂了大概两三层 都没有一点卡粉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好用的 这些眼比较润 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到时候两边脸也是 一半边涂一半边不涂 到时候看下效果啊 一天试不完这些东西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 一个美宝莲的染眉膏 当时我们三个人化妆的时候 一致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 我没想到美宝莲会出这个 它的刷头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吗 是扁的 然后它可以让你的眉头 根根分明的那种 而且看上去毛特别浓密 我之前不是推荐 Shelotibri的它那款嘛 但是那款比较贵 像这么美宝莲的那种 好便宜好平价 但是人家也很好用 那种就是看到新大陆了 我跟你讲 搞得我又想去进货了 给你们看哦 就用完之后那个眉头啊 根根立起来 就是很像外国人 他们的眉头 它比Shelotibri的那款 还要浓密鲜长 而且我的两个眉头 是这种长得不一样型的 所以很需要这种眉胶 把眉头浓密一下 两边就会长得差不多 然后你们刷的时候 就刷这只的时候 要这样刷 刷这只的时候 要这样反手刷 不然它的两边的毛啊 角度会不一样 我现在反手刷了之后 这两边毛的角度就一样 我这次进了 Too Faced的这个眼影 它就像小本本一样的 里面还会送你一个小本本 还有这种粘贴化 就很适合小女生 像我这种操汉子的时候 就是不太会粘重的东西 你看里面是一个 反正里面就是一个本本 就这样子一个计时本 日历本一样的 里面还有一个镜子 一只睫毛膏 最重要的是这个眼影盘 他们家的眼影盘 就是上色度超级好的那种 这个里面呢 其实什么颜色都有了 大地色啊 粉色啊 紫色啊 绿色啊 灰色啊 深色系也有 浅色系也有 你拿到之后会 哇一下好可爱哦 就这种感觉 到时候出视频的时候 再跟你们讲 然后我又买腮红了 腮红爱好者 一柜子的腮红了都 昨天跟朋友出去买的 逛了一下Mac的店 然后看中了三个颜色 其实我最想买的 那个颜色已经断货了 没有货的 下次买到的时候 再跟你们讲 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颜色 Gentle Gentle这个颜色 我觉得很好看的 它是那种香芋籽的颜色 哦那应该还有一个 是那种牛血色 我没有买到 看到吗 就是那种淡淡的香芋籽 缝紫缝紫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蛮好看的 我就买了 它带一点点珠光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色 这个颜色我本来不想买的 它是偏一个咖啡棕调的 我不太用这种颜色的腮红 但是他们店员说 这个很热卖 那我就买来试试看 因为它涂出来的颜色呢 是这种 是很淡的那种橘调 就非常像日系杂志里 经常会用的那种颜色 中橘调的感觉 不知道镜头里会不会有点偏色 最后一个腮红的是任性买的 它是这种 你看到吗 超橘的颜色 就是还能当眼影用的那种 色号是Tailing Glow 反正就是这种 有点泰国风的颜色 是这种颜色的 我觉得你们是不会尝试的 淡淡的这种啊 感觉还蛮好看的 就是很有存在感的那种腮红的 看到吗 最近对这种偏光啊 高光非常有好感 所以就买了这个颜色 这样看我的手感就好好看 我今天上什么颜色好呢 保险一点上这个 挑战一点上这个 同一个色系上这个 怎么办 要不挑两个颜色上吧 一边一个 那样会不会看不出 粉底液的效果了呀就 怎么办呀 这粉底液到现在都没有暗沉 还是很亮 颜色还是白白的 干干净净 还买了一只Mac的唇膏 它这个颜色叫什么来着 So Chord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然后还有一只呢 我跟Stella拿错了两个人 跟她碰头的时候 再把那只拿过来 今年新出的一个橘色啊 就是那种比Lady Danger 偏红一点的橘 其实它是有点荧光色的 发现没有 就是荧光橘红色 为什么会买它呢 通常情况下 这种颜色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但是那天我想试一试 而且是素颜去的 结果试了之后 变上那女的正在挑唇膏嘛 她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问我说 你这只是什么色号啊 就拿过去看了一下 然后我想说 那是不是我用的挺好看的呀 我就想说买一下来了 回来顺便给你们看看好不好看 它这颜色就是相当显白 然后很夏天的一个颜色 可是这是黑皮 完全不能用的那种颜色 超营光的 我跟妳讲 就是具有成寨感的那种 随便抹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就这样 真的这样好配 这个橘线的腮红啊 是不是有点哈人啊 但是我觉得还蛮夏天的 出去的时候 很显白很惹眼的 接着呢 就是我在勉税店买的一些东西 就是一个是 LML的这个修护精华 我又用完了一瓶 上次拍护肤视频的时候 我就给你们讲了 所以我就囤了一瓶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 在泰国美术店买东西啊 我觉得价格偏贵了一点 因为我查了一下淘宝的代购 基本上泰国的价格 会贵个两三百左右 所以如果说不是很急的 不是很建议在泰国买啊 因为我是比较心急啊 怕那个倒的比较慢 我就先自己先买了 这瓶的LML修护精华 然后呢 我这次买了一个 CANEL的这个洗面奶 CBB就用腻了嘛 是不是 就买了一款这个CANEL的 它是保湿款的 保湿款上面是蓝色字的 最主要的是颜值好看 因为我很喜欢白色 用上去的效果 我觉得跟CBB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啊 就纯属就用腻了 想换一个试一试 因为这款我之前就用过了 现在心血来潮 想要买一瓶就买了 这个应该很多人用过了吧 因为没什么必要再说了 现在是带妆快七个小时了 给你们看一下妆感 前面带妆五个小时的时候 我就拍过了 其实跟现在也差不多 整体感觉呢 就是一点都没有按 可是吧 我觉得这个很不适合油皮 因为我出油的地方 感觉有点浮 现在来看一下啊 像我随教的这地方 是卡纹的 然后下巴这边有点脱妆 这边没有卡纹 但是这边就是属于 你手指一蹭就能蹭掉的那种 鼻翼呢 还好 鼻头泛油的地方 它会脱 这边有点卡纹 然后像眉头中间这种地方啊 你手轻轻一蹭 就浮油的地方 你这样一蹭 它就没有了 这个眉胶还是很好用的 好啊 你看眉毛根根立在这边 这种感觉远看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个人感觉持妆力度还好 就只能算还好 呃 持妆力肯定没有舒服的好 不知道你们满不满意这个妆想 可能我没有遮黑眼圈吧 就看上去有点憔悴来的 个人感觉比我想象中差了一点 哎 不过有一点很神奇啊 我把它那个 假如前面法令文的地方 我这样拍一下 然后还有这边不是卡纹的地方吗 我这么拍一下 它今天就全好了 然后也没有掉 哎 这边就很神奇了 粉底还在的 没有掉掉 然后你抹抹开 它就 卡纹的地方就没有了 不像有些粉底液 你卡纹的地方 你这样一拍啊 它这边粉底液都没有了 但这个还会有 其实总体效果来说 我觉得是好 我觉得冬天用它会很好 其实总体感觉还是喜欢的 刚刚关灯看了一下 就没有那么大的灯 去罩着我的脸的时候 感觉妆感还是很好 就是黑眼圈没遮 有点遗憾 后面几天再试试看看 我刚刚进到厕所 我看上去 感觉妆感还是很好的呢 你看 好透亮 女人啊 就是散变 然后先用这个 Shelty Bray的面霜 我好润 质地是那种 有点厚度的 那个面霜的质地 因为它本来就是面霜 就很润 你发现 皮肤一看就觉得很润 接着我直接上 Suku的粉霜 看一下会不会干 我用的是101色 就是那个最白的那颜色 他们家颜色不偏粉 然后又不会很黄 Suku就很适合夏天用 因为它持妆效果特别好 冬天干皮要做好打底 或者是你里面 滴点油啊 不尿酸啊这些东西 上火了 昨天晚上刚冒的痘 哎好贴哦 一点都不干了 你们看得出妆效吗 我这边涂完 拉近给你们看 而且这粉霜很耐用 可以用很久 Suku的就是 持妆力度很好 遮瑕力度也很好 色号也很好 可以把那个小雀斑啊 遮掉一半 就比那个CPB的 那个粉霜的遮瑕度要好 但CPB的就比它润 看你们个人取者吧 我个人是更推荐Suku一点 我感觉持妆力度 更重要一点 给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好润 一点都不卡完 嗯好用 等一下试一下 如果不用这个面霜 Suku会不会卡粉 我已经很久没有 不加东西用它了 可能我最近的皮肤 给我调理的还蛮好的 就不是很干 然后先来上这个赛行 给你们看 就是有点偏紫的 这个颜色 分直分直 我这个跟我分享 也真的是很亲密了 颜色蛮好看的哦 就是偏红一点 我是不是少多了 哦哦 嘀咕了它的上色度 好红哦 但是化好妆 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好看的 就是如果要那种 显色度强的妆容的话 然后再试这个颜色 他们专柜的人 推荐我的一个颜色 嗯 这个颜色就日系杂志 里经常会用的那种颜色 就很百大 好自然哦 这颜色哪怕觉得皮肤黑一点也可以用 好看大 哇 我现在这肌肤真的是 光泽感被出 然后把这半边腮红 盖掉 然后上这个 非常橘的一个颜色 这个 我下手要轻一点 害怕的 我都有点害怕 哦 不夸张的 颜色好看的 就是带有偏光的这种 跟之前这款的 有点像出来的效果 就偏光的那种橘红感 我拿这个再试一下 就是Mac出来的感觉 更细一点 这是Mac的 然后这是龙之星的 远观的感觉还是非常像 刚刚盖了那么多层粉底 你看那个苏苦的 因为这个面霜真的妆感还是很好 好了我去卸掉 然后再看一下 不涂面霜和涂了面霜的效果 我看一下到底是我最近肤质变好了 还是这个面霜的效果很好 哦对了我还买了 那Tasha的新出的这盘眼影 我让我姐姐在国外包买的 说实话这盘 我觉得拿到手之后有点失望的 因为它这期不知道为什么 是做成这样子的包装 这是反光啊 不是什么偏光 就是蛮塑料感 手上的质感还是很好的 就是很重 就里面也做的这种塑料感 你晓得吧 所以我已经搞不明白 为什么拿到手要这样 我感觉以前的盘质量 看上去好很多 不过粉质还是很好的 就拿到手的经典珠光亮片 就比较少 它就这个色 这个色 这个色 所以他们还有这个色 是经典珠光亮片 其他都是雅光 然后再加一个小珠光 是不是 我试了几个颜色还是很好看 就是这种是偏光粉橘色 然后再试一下那个 他们家的雅光吧 雅光我还没试 试一下这个颜色 雅光的上色度 还是一如既往的很好 就我的手有点干 这里有点卡 是我太干了吗 尴尬 我最爱的还是他们家 这种质地的 你知道吧 比较大颗粒的那种 其实这盘里面 大颗粒的就这一个 其他这种 其实都是小闪 对就是这种 我就喜欢他们家 这个质地的 哎呀 竟然这盘里 就一个是这个质地的 好难过啊 但是这颜色很不实用 就是这几个雅光色 还蛮鲜的 还蛮春夏的 现在我半边脸试 这个面霜半边脸不试 看一下 如果说 试了这个面霜 粉底液特别好用的话 我就可以 天天用酥酷的这个 我用那种干的粉底液 就再也不怕 不过那种化妆师 是帮我用了这款之后 他后续再用了一款 那个YSL的 七十二小时保湿的 那泰国人他们用装比较厚 这边是涂了面霜 这边是没涂的 嗯 明显能感觉到 这边没有这边 就是没有之前 刚刚涂了面霜的好推开 这款我觉得干皮 你们要重草一下 感觉就是 我这次购物分享里面 买的最贴心的一样东西 嗯 这边明显好推开 你们自己发现了 这边又真好诶 诶真的诶 这边好透亮 刷到这边的时候 就有点干好 但是我看那个化妆师 无论是谁的皮肤 他都会给他涂一层这面霜的 诶呀 这面霜就是贵了一点 不然好好用啊 虽然没有到卡纹的程度 但是 这边明显比这边润很多 你们要不要发现 我自己镜子里照是这样子的 这边就很润很光亮 但这边就 有点暗号 然后这块皮肤也是很光亮 这块眼是光亮了 只不过 比这里逊色很多 看到没有 哦好明显 镜头就好明显 就有点阴暗的感觉 这款面霜推荐呢 怪不得叫奇迹面霜 诶你们会不会嫌贵啊 到时候评论里面告诉我 不嫌贵我去近一点 我跟史莱拉的唇膏换回来了 买的是这个色号 两天天气好阴哦 紫紫的感觉 就很像古代拍古装剧里面 那个娘娘用的颜色 诶 我怎么觉得当时在妆柜上 试出来的颜色比 现在看好看呀 商场的光线真欺负人 沙巴迪卡